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上有没有吃病毒的? 其实我们一向学生物学的知识 不是很看到这样的东西 比如学食物链、食物网 即使俗语讲大菌、食細菌 我们都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譬如说会不会专门有些菌 它不是纯粹好像红血球白血球那样 不是好像那些免疫细胞那样 只是为了去保卫身体才灭菌 而是真的会捉这些菌 甚至病毒来当自己的食物呢 以往不是很听到的 但是似乎有人找到一类的微生物 就是很有趣的 它是都会很依赖 其实它吃很多东西的 但是它是连病毒都不放过 它是会将病毒本身去消化 去新陳代謝 获得能量 成为自己身体一部分 就是有这些东西的 但是很奇怪的 因为病毒是很小的 有人做个比喻 如果小一部车的病毒 那个体质是一部电话 就是流动电话那么小 那它怎么吃呢 那么小 其实没有的 我们人这么大 都是吃点很小的东西 其实最紧要那样东西 本身有没有能量给它 其实是 你说如果是吃了它 纯粹为了瓦解去保护身体 但是你要耗费能量 那那个过程就不是 就纯粹是一个捏 就是一个暴猎的过程 但是呢 如果你怎么定义它 吃那样东西 是要以那样东西为生的呢 其实就好看 你找不找到一个机制呢 就是它譬如那个微生物 吃了这个病毒之后 这件这么小的东西 能不能够用病毒本身上面的 化学结构去拆解它 然后成为了你身体能量的一部分呢 那其实就要追寻这个过程了 那其实现在似乎有人找到 就是有一类很有趣的 一种叫Protis 的一种微生物 那它一种都是单细胞的生物 那它究竟把它放在生命 整个生物分类的哪个位置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很踩界的 它究竟是很普通吃糖分的细菌 但是它又不是它又会吃 就是这些这样的 吃这些病毒的东西 那我猜它也更加有趣 就是它能够现在看得到就是说 本身它的新陳代謝过程里面 它真是能够瓦解到 这个病毒的区殼 去变成它自己的能量 那大家都要知道的 病毒自己本身呢 它有个磕的 那个磕本身都是一种 就是如果你听武汉肺炎的故事 你都知道的 上面有很多的特触 譬如冠状病毒 有个特触 其实都是那些叫Spike protein 其实是一种蛋白质来的 就是病毒它本身有个蛋白质的外殼 你可以很简单地理解 那那个殼呢 就保护着它里面有些RNA的资讯 那所以呢 如果你 就是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那个病毒的外面都是一层蛋白来的 其实理论上你吃它 它是可以获得能量的 是 可惜我们吃不到 是的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适当的消化系统 来去针对它 这种这样的化学结构来去吃它 就是我打个比喻 塑胶都有能量的 问题就是你身体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可以透过消化塑胶来获得能量 因为你身体里面 可能没有一种的酵素 来去抓住这种化学结构 来把它拆掉去 拆掉它 它之后将它集造成另外一些更低能量的过程里面 你便会获得能量 其实就是那个 最简单的化学的过程 生化的过程就是这样 现在就看到有一些微生物 它是懂得它 可能是有一些酵素分泌的过程 来去瓦解这些病毒 来获得能量 明白 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Protis 是一种新发现的物种 就是一种微生物还是华汉斯 已经知道 但以前是不知道它吃病毒呢 那这个我自己具体都不是 不是很有资料去看的 但是我现在看它似乎就是说 似乎都是比较确认到它 那这样说 以往它应该是有发现到也不奇怪的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能够追踪它本身 它那个消化的过程 因为其实你说如果能够透视到一个 细胞里面发生的一些生化结构的变化 其实本身已经导致了 其中一两个最近的 诺贝尔的那些生命 不是生命科学 那些医药科学的奖项 那我们好像以前有一集是提到这类这样的科技 能够看得到那个 就是细胞里面发生什么事 甚至乎是一个粒线体 微小结构里面 里面的新层代謝是怎么换 里面有什么生化的过程发生呢 是看得到 正正因为这件事情看得到 我们才确定得到 原来它在消化一个病毒 那所以更何况 我们知道这些本身的Protest 它是吃很多东西的 那现在我们可能就看得到 那原来它就算是吃病毒的时候 都可以消化到它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它可以吃病毒维生 那应该都是一些已知的东西 但是现在发觉 需要把它重新分类的时候 就更加复杂的意思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东西去杀菌呢 那这样我就不敢胡说了 就是我就不熟了 会不会是令到我们可以 就算是据为己用 原来可以专用来吃冠状病毒 武汉肺炎那种病毒 那我们就纯粹用一个 对微生物学很没有认识的 一个科研想法去尝试去胡说 算了 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憑空上出来的 我真的不熟 不要乱回答 因为引起誤导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地球上的生物 是否一定要吸呼吸氧气 是的 因为由这个问题上 可以问得更多有趣的东西 就是会不会在其他某某 银行某某星球上 有另一种生命的形式 它是不是呼吸氧气的呢 那其实就是 刚才我说微生物的世界 我们有时会发现到 有些微生物是用 会是透过吃一些 我们没有想过的东西 来去生存代謝 令它可以生长 甚至乎发育 甚至乎是繁殖 那样 那在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过程里面 可能都需要比如 养气去帮忙去参与 那就是比如 究竟养气是否一个 生存代謝 变成一个必要的要素呢 那样 其实也不一定是 你其实最简单就是 普通植物它可以光合作用 它一样可以 它甚至会产生一般氧气出来 但是就是 撇开植物那些层次 会不会是 这个世界上面 出现另外一种的 好像一种类似呼吸的过程 它就不是去将一些氧气 和其他东西合在 而令到自己获得能量 就是不需要一个氧化过程 来获得能量的 但是它是透过 叫做 依附在其他的一些化学结构上面 来去进行另外一个 途径的新层代謝 而中间是不需要任何的氧气参与的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找到这些东西 而很有趣的 我们真的都能找到这些东西 其中一个发现 就是 就是这么说 你说如果是 依附 就是不需要养 就可以生存到 可能在水底里 我们都可能会遇到一些 但是我想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 捉那样的生命体 去慢慢在实验室研究 甚至乎找到 它们的新层代謝路径 里面牵涉到多少 抽不重复杂的化学反应 找出来之后 我们其实就叫 很清楚地了解 它这个新层代謝过程里面 真的不需要去 有任何氧气的参与了 就是说 你给那件东西 放在 就是放在 第二个星球里 那个星球没有氧气 不要紧要的 它只要呼吸到 它呼吸第二些东西 然后它继续生存到 那这些东西 在地球上可以去哪里找呢 其中 就研究人员 就去到 在智利 一个叫阿德卡玛 那个沙漠那里 那里 在他们 找到一些 应该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是依附在哪里生存 应该都是一些 可能在炎度比较高的一些 就是沼泽 那些这样的地方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就会是 尤其是在 譬如压住在 就是 不是接触到 那个空气那一阵 就会是要面对着 一个没有氧的环境 但是在法国里面 都可以找到很丰富的 一些的微生物 那 就 然后呢 它都是可以 透过光合作用 来去生存 然后就 无氧的环境 但是呢 就是说它也都不需要 进行任何呼吸作用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就算是普通植物 它其实有光合作用 有呼吸的 但是又没有一些 只是可能进行 一些类似的光合作用的东西 但是也都不是 在进行呼吸作用 是在呼吸其他的东西 那么 现在它就在 这个智利的地方 就找到一些 是紫色的 一些 一个带状的 一堆微生物 就在一个无氧的环境 在一些盐缴的附近 就找到这样的东西 最有趣的是 它找到它的呼吸作用的反应 不需要氧气之外 是呼吸什么呢 它是在呼吸一种 一些 类似砒箱类的物质 有毒啊 就是 它用了一个字眼 但是当然 这些这样的 它是可以 跟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 于是乎 有一些的能阶是高一些 有些的能阶是低一些 那原来 由这些这样的微生物 就透过去依附在 这些这样的 豐富 礦物的环境 比较多披霜 这些礦物的环境里面 透过去分解这些东西来 去获得自己 能够支持自己的 新陳代謝的过程 那其实都看过不少 有些甚至乎 有些微生物 原来是懂得去瓦解石头的 有人还这样讲过 也都有人会想 会不会它 都是其中一种 可以外星生命体 那样的呢 那其实这里最有趣的 就是说 我们在地球上面 找到更加多 一些比较古怪的 生命形态的时候 就令到我们对于 外星上面 那些生命形态的想象 丰富了 也都如果你不喜欢 想外星人的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 其实想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这个地球 当初的大气 不是很多氧气 没有这个光合作用 这些这样的蓝组 去帮我们去 排出很多的氧气 去这个大气的时候 整个地球大气 没什么氧气的时候 那些生命体 用什么形式去生存 其实给了古生物 一个很重要的答案 那是不是说 我们应该都很肯定 生物是先于大气层的 都很肯定 因为呢 你由土层 那个泥层那里 你知道它那种 就是那个年份 就是由那个沉积到 你可以知道那个年份 那甚至乎呢 有一些的化石呢 是一些很古 就是有些 可以找到初代生命体 那些微生物 那些这样的化石呢 是你会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 就是一条一条 一个大壮的 一层一层的 一些这样的化石岩层来的 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可以由那个岩层本身 由石头那个一层层本身呢 你看到它那个的 就是 都可以有一些 一个年份资讯在那里 嗯 那换言之就是 我们可以推算 就是生命 就是生物与氧气 没有必然关系 是吗 嗯 有这样说 可以说就是 视乎那个环境 OK 在一个氧气 很多环境 你自不然会找到 很多需要氧气的生物 嗯 但是可能在下面那层 接触不到氧气的那些呢 它就很有趣了 其实找到的关系很有趣的 它会依附着 可能在下面的石头 嗯 或者也都可能 依附着上面 摘着它的那一层 其他的微生物 来去生存 就是其实是一个 就是 就是 这个这样的population 有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在这里 最后出来 它就用一个一层层的 微生物 一层一层的形态 这样就显示了出来 而且有时候可以找到 那种复杂的程度 是去到五、六层的 这些微生物 嗯 下面 它也都要依靠下面 就是说 下面那一层就依靠它 它也都要依靠上面那一层 一层层的互相依靠 嗯 是这样的 最后是 嗯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去譬如去预计 就是去推算 在这个羽着 羽着里面有没有生物 我们是否要将这个 就是氧气这个 可以作为一个变数 而不是一个上数呢 应该可以的 而且很多时候 很多其他星球 相信它不一定 就是我们现在暂时 去放眼其他的一些 我们找到它 大气成分的一些星球 几乎没有一个 是以氧气 就是不是说以氧气为主 地球都不是以氧气为主 地球的大气层氧气 只有两成而已 但是就是说 你不会看到 相当之 有些浓度高的氧气在那里 嗯 譬如你说火星 大部分是以氧化碳 地球开始都是大部分是以氧化碳 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象 应该大部分是以氧化碳为主 嗯 拌一点甲丸 嗯 这样 但是只不过地球 就经历过一个阶段 就是一些光合作用的生命体 去将整个大球大气 换了很多气 嗯 将很多以氧化碳 拿走了 就将很多氧气扔了上来 嗯 于是乎就换了一转 所以才有我们现在 就是今时今日的这个大气环境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想象 有其他生物是呼吸 例如以氧化碳 嗯 以氧化碳 我想就难些 但是你说呼吸 是一些其他 都是比较复杂的结构 那个 或者那个能量 算是 吻含的能量 比较高一点的一些 就是 的复合物 其实有都不奇 就是可能我 你问我更加可能就是 甲丸 就是吸甲丸 吸甲丸 维生的 哈哈哈 没有甲丸会死 没有甲丸会死 或者甚至乎是 我们在最隔头 最上两三个星期说 金星到有一些 那些叫做 PH3 那种这样的气体 撇开这些外星那些 那么科幻的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 没有办法验证 但是至少我们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地球 有我们这一代 呼吸氧气 为主的生物之前 那些生命的形态 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很想知道 因为很多时候 远到一个地步 要么就变成化石 不是活体的了 中间经历了很多的自然淘汰 可能没有了很多 但是原来还有些残留 我们今天也可以找到 其实就相信 它们就是一些 很远古时代 留下来的古生物 哦 OK 好,那我们相信 生命的形态 是应该很丰富的 就不一定要只吸氧气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现在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